为什么性格太直的人不能读诉书 因为自古能成大事者 布局手段和小节 这本诉书教的全都是手段和方法 它是一部拿不上台面的书 由于太过真实和残酷 所以它在近千年的时间里 被列为禁书 不让百姓去读 而那些围观从伤的 却在偷偷的读 它教你用反向思维去思考事物 快速的找到捷径 用手段达到目的 它更追求结果 讲究变通 王道不行 则实施霸道 它不同于传统国学那些讲道不讲述 这本书啊 满满的都是具体教人做事的方法 这是一本真正能够培养我们逆向思维 变通能力的书